今天大台北地区天气还算是蛮不错的 没有午后雷阵雨 但是在一早的时候 东北部地区有间歇性的阵雨 而在中南部地区 今天热力作用加上去有午后雷阵雨 像是在南台湾 过去一个小时时雨量还在40毫米以上 甚至中南部都有发布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也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通知 还要提醒 在明天天气是怎么样呢 带你来看 大致上来讲也是吹的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东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而在中南部地区 依旧是维持在单纯的午后雷阵雨 各地温度热起来 其实没有下雨的时候 异常的闷热 还是有机会来到33到35度以上的高温 甚至在北部地区 可能比较偏西部一点点 有可能来到36 37度的高温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降雨状况 你可以发现 礼拜六跟礼拜五的天气形态是类似的 因为吹的都是一个东北风 东北部地区迎风面阵雨 中南部地区午后雷阵雨 整个西半部都要注意 有可能会有较大雨 是会有局部大雨 而到了礼拜玉的时候 被逼加台风相对的比较靠近台湾 它会进入到东海这个位置 到时候 北台湾的水汽会增多 但是这个雨 其实也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大 因为这被逼加距离台湾 还有一段距离 而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单纯的午后雷阵雨 但是午后雷阵雨 也不会比礼拜六来得再更大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外围的水汽 带进来 它是吹一个北风 所以比较干凉一点点 中南部的午后雷阵雨 甚至连热力作用 可能也发展不太起来 会比较集中在山区的位置 而到了下礼拜一 到下礼拜四的这个区间 变数就会有一点大了 因为台湾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头 整体的环境风场 吹的是一个东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会有阵雨 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 云层也会来得比较厚 中南部地区 午后雷阵雨 所以礼拜二中秋节 如果你想要赏月的话 整个东半部地区 相对来说 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 而在中南部地区 午后雷阵雨 到了晚上云层会散 所以晚上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看到月亮 只是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台风的动态了 也带您来看 被被加台风 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甚至这一报 收得还更北边一点点 会直接进入到浙江 在礼拜一的时候 只是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在台湾的东南边 菲律宾的东边海面 这里是一个大的抵押带 到时有可能会有 一到两个系统生成 甚至不排除 有机会会变成台风 而当它变成台风 目前欧洲模式认为 有一个甚至会 往台湾的方向来接近 但是现在变数还很大 我们会持续的 为大家来追踪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